台灣演藝圈的MeToo風波越演越烈 日前傳出藝人吳康仁也捲入其中 據報有人投稿指控一個W性男性的渣男行為 投稿者就形容W男性是實力派演員 不會為主流低頭 給人的印象非常努力 經常都會演一些正義的角色 身材也好 還有一些藝術家的憂鬱氣質 有人就猜他在說的是吳康仁 這天凌晨吳康仁就在社交平台發文澄清 他說因為對方的針對性太強了 所以需要出來做個交代和好好解釋一下 文中他就列點反駁指控 說不擔心MeToo 因為沒做過不用那麼擔心 說拿名爆料者拿自己和真的受害人比較 真的很過分 忙到死還要回復這種不實的指控